老師 那線段可不可以? 你覺得一個線段 是不是中心對稱圖形? 是 為什麼? 你覺得是還是不是? 是 線段的對稱中心在哪裡? 剛好是這個線段的什麼點? 中心 中點嘛 對不對 你想想看這個線段 就好像我手上拿的這一根指揮棒一樣 你看這邊 你把這個點固定 然後你把這個線段怎麼樣? 轉 這樣算轉幾度? 90度 然後再轉90度 請問你 他跟原來有沒有重合? 有喔 所以請問你 線段是不是中心對稱圖形? 是喔 但是通常學生有一個迷思喔 我們剛才講的都是的 有沒有人要講不是的? 或者是的裡面你覺得還有誰是? M 不是喔 蛤? M M M喔 你說這個M嗎? M當然不是阿 因為M你轉過來它會變怎麼樣? 呃 它會變這樣 哎呀 天啊 哎呀 這種就不是嘛 啊還有一種不是 其實不是的很多對不對 你隨便 哎對T型也不是 像譬如說我這裡畫一個等腰T型 隨便畫啦 來 通修我問你 這個你把它轉180度會變怎麼樣? 上面比較長 下面比較短 欸 這樣可以嗎? 就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嘛 來 但是有一個東西喔 初學者通常會有點搞不清楚的 我現在要問你 有一個人叫做正三角形 你先不要急著回答我 你先在心裡面想一下 你先想一下正三角形 它是不是中心對稱圖形? 不要急著講答案 我要你用你的大腦想想看 正三角形 它是不是中心對稱圖形? 我先問你 正三角形有沒有中心? 有啊 我們先講中心這件事 它有沒有中心? 有 就是它的什麼東西的焦點? 中軸線 對啦 講中軸線也可以啦 講高也可以嘛 講中線也可以嘛 因為對正三角形來講 安靜安靜 對正三角形來講 這一個心其實它有好多名字 它的四個心都在同一個位置 哪四個心呢? 它是內心 也是外心 也是重心 也是純心 如果是一般形態的三角形 這四個點通常位置都不太一樣 對不對? 但是對正三角形來說都在同一個位置 來 相互問題一直見到囉 求你正三角形是不是中心對稱圖形? 不是 不是啊 為什麼? 來 求你 它轉180度它會變怎樣? 會倒過來 會倒過來對不對? 它是會變這樣 欸 是這樣吧 對不對? 對啊 欸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轉180度它會變這樣 所以你要注意喔 正三角形不是中心對稱圖形 事實上喔 轉180度它會變這樣 但是我偷偷跟你講一件事 或者說我現在來討厭一下 104班同學的智慧 你知道嗎? 你只要轉幾度它就會重疊 其實講360度是對 但是講360度那個角度有點太大 講360度是整個轉一圈嗎? 就你懂我意思嗎? 講360度就是整個轉一圈嘛 就是說繞著這個點整個轉一圈 當然會回到原來的樣子 但是我偷偷要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考慮轉的角度稍微小一點的話 其實你只要轉幾度就可以 轉90度可以嗎? 120 好聰明喔 知道為什麼會是120 我知道 外 我用一個比較 我不知道算不算簡單的講法 來跟你們說明一下 來看我這邊 幹嘛嘆氣啊 人有私足嗎? 習慣的屁啊 這陳俊瑞很愛嗆我 這個壞孩子 他說他要跟我留說話 留到明年6月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? 不可能 就我們兩個人都不解釋 要 就是繼續讓頭髮持續增上 你知道明明 你這麼明明不久 改變你頭髮還在做 蛤? 這改變你頭髮還沒有變長 有喔有變長喔 沒有變長喔 有吧 有變長阿 你頭髮也有變長阿 你是回家偷拔阿 我誰偷拔阿 他在亂講 蛤? 你是老了吐槽阿 你不要說我沒說好不好 欸 我現在這個喔 簡單跟你說一下 有些同學看不出來對不對 來請問你 我現在這個如果叫A點 這個叫B點 這個叫C點 我現在這樣轉喔 我只要讓A點轉到B點是不是就可以了 來請問你 A點轉到B點 事實上 就好像一根繩子反的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拉過來嘛 那請問你 我是不是轉這個角度 對 好 那這個角度是幾度 為什麼是120呢? 請你看我這邊喔 這個角度叫做圈圈 看我這邊 這個角度叫XX 這個叫90度 請問你這個XX是幾度? 30度 這個90度 所以這個幾度? 60度 來 那這個是90度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60度 但是因為這是角平分線 所以這個是XX 這個是幾度? 30度 所以這個角度是幾度? 60度 60度加60度 這個角度是120 簡單來說 對正三角形來講 你只要逆時針或順時針轉幾度? 轉120 它的圖形就會重疊 但是我們課本上說 如果是對稱中心要轉幾度? 180 如果你轉180可以重疊 這種叫對稱中心 這樣了解嗎? 懂不懂? 了不了解 我已經這麼泛慢速度在教 所以現在來同學看我 你們班有沒有學會什麼叫對稱中心? 有 發誓 就抓 真的有學會 好 太棒了 我覺得 我的教學真的太成功了 謝謝 感謝直擊哥